要不是有监控 很难理解狼有多团结 狼群在夜里闯进村庄 当着两条大型犬的面 叼走他们前来支援的朋友 视频在哈萨克斯坦拍摄 在夜里两点多的时候 两条大型犬发现一个闯入村庄的狼群 他们发出预警声 没想到却成功吸引两匹恶狼的主意 毫不犹豫朝他们扑来 这是两匹成年的狼 他们凶残地盯着两条看门口 不过面对两条大型犬 两匹狼进攻的势头明显烧坏 可能是为了避免受伤 他们开始试探这两条狗的战斗欲望 并没有一股脑扑上去 这是注意看在画面左上角 跑过来两条支援的狗 他们是两条大型犬的朋友 听到预警声候选起来支援朋友 免受狼袭击 在慢镜头画面中 支援朋友的狗属于两条小型犬 特别是跑在最前方的狗就很意气 并没有因为这是个狼群而抛弃队友 反观跟在他身后的狗 见识不妙果断抛弃了朋友 原路退了回去 局面一下成了三打二 狼没有了优势 就在这时另外一匹狼忽然跑了过来 他原本是放风的狼并不打算出手 简直是对狼群不利后 玄机杀了出来 画面一下又变成三比三 看猛狗没有了优势 两匹狼得到其他狼的支援后 顿时凶性大发 一口咬住来持援的狗 将它拖了出来 三匹狼之所以选择进攻 可能是因为它体型小 能尽快结束战斗 由此可见狼群一直很理智 在反观两条大型犬 朋友被狼抓住后 他们只是象征性的两次尝试解救 但发现三匹狼并不好扔 急忙又退了回去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画面中 估计躲在墙边瑟瑟发动 现在画面全部给到蒋义气的小型犬身上 它被三匹饥饿的狼抓住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可能是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援 又或许是希望引起人类的注意 可很遗憾 它的狗对有面对三匹饥饿的狼 最终选择抛弃的 惨叫声也没能吸引人类的注意 反观狼群就很团结 在成功抓住猎物后 狼群中其他警戒的狼选几来支援 准备撤离的同时 合力将猎物叼走 如此有组织性的团队作战 也难怪狼群战术能锁向无敌 整个战斗仅仅持续了三十多秒 被三匹狼抓住的狗便停止了呼吸 它是来拯救朋友免兽狼袭击 但它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